Hello 為什麼每一集我們都要由一個笑聲笑聲開始 因為突然間很嚴肅 不知道怎麼開始 這個長壽節目繼續長壽 到第三集我們繼續有八婆 黃明詩 因為我們這個Podcast實在反應太容易了 沒錯 而且我們分裂了兩集一起錄 所以我們不知道第二集是什麼反應 是什麼反應 可能是插水 我們用第一集的反應來判斷 第二集應該差不多 而且我們一向都有一個互讚的環節 互相吹捧 但我們覺得太單調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決定把你們的好和壞評語 都各選一個最精英中的精英出來 我們每一集的開始就會highlight 即是頒獎給你們 每一集的尾我們也會講一下 我們講漏的文章 我發覺何韻詩 你的粉絲真的很識字 寫了一些評語很長 很沉 跟菇母一樣 他就說 嘩嘩嘩嘩 這樣 例如有一個就是 你心情一點這樣讀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什麼名字 這個是讚的評語 是的 他的名字叫Winnie Winnie Thank you Winnie Chow 他就說 This last podcast is wonderful 聽了兩次 這麼空閒 第一次聽 只記得你倆的笑聲 你笑聲聽聽聽內容 是嗎 有些這樣的感覺 他是問的 後來他說 I'm not a bitch sure About a position 你這個broadcast 其實可以想清楚 其實是做什麼 他是善意的 其實我們也不太像這個broadcast 是做什麼 我們也在摸索 可能要摸索到100集才會真正找到 對 他是超級印象 OK 好 多謝你 這個讀出之後是沒有獎品的 只有你的虛榮心 一秒 他也很有heart 他寫了很多很長的 你有沒有讀完的 沒有啊 看這麼大段 怎麼搞的 你給點誠意 那你來吧 Even though I can't help you 你說錯了 算了 好 還有呢 除了讚之外 我們也是接受批評 沒錯 我們是接受 大家的無論善意也好 或者不善意的 我們都通通接受 是惡意的那些 都是在你那邊的平台發出來的 我這邊就沒有的 你即將會有 你放心 他們就說 兩隻雞 摺摺摺摺 誰先 誰先 我們要給她一個名字 她的名字好像讀不到 好像是一抽號碼 她的名字就是 還有一個 但是這個 等一下 她的名字就是 SNH35 Rivers 是那些病毒的名字 是病毒的名字 還有一些很直接的 就是 還有等一下 她是簡體的 她是簡體的 所以你要用國語說出來 兩隻雞 嘻嘻嘻嘻 嘻嘻嘻 嘻嘻嘻 她是有謎形成 那你有什麼回應呢 唉 有所不知 我們做雞 太老了 做雞 做了很久 大家都不知道 這是雞 她看得很通透 你很方便 我們之所以是韌立不倒 全靠有這個 鬥志 對 雞的鬥志 沒錯 沒錯 我們真的很勇敢 這件事看穿了 說出真相 沒錯 還有一個嗎 聽完整件事就是 吃屎啦你 四個字 很有心動 如果他聽完整個鐘才說 我覺得他也很有心 如果他一開始 或者他沒有聽到 就這樣說 一知道就這樣 真的四個字 好 謝謝大家的評語 所以我們熱烈鼓勵大家 可以透過我們這個 R School的形式 你可以讚或彈 我們都完全全盤接受 是啊 而且我們都會看的 我們下個星期都會繼續 選擇一些最青標的 兩個評語出來和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今天進入正題了 我們今天很有準備 有些意義的 希望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有用的東西 我們不希望 即使我沒有想到 你的位置是有意義的 希望我們不理睇 是不可能的 一定會理睇的 我們今個星期的主題 就是我們發現 原來我們兩個 原來是有共通點的 我以為我真是青標過你很多 誰知道原來不是的 有些東西都是一起 有共通點就是一個好不好的習慣 這個就由大家判斷 這個就由大家判斷 說得美 說得美 你說得美 就是三分鐘熱度 內巴三分鐘 但它是放縱 三分鐘熱度 不記得熱度 Because of you baby 好 三分鐘熱度 因為原來我認識你九年 九年免費教育 我才知道 不好意思 現在已經六點多 所以我們是比較失控的 我才發現原來我和你都是一個 土象星座 我是金牛 你是山羊 所以我知道 你那些什麼 驚鬼 驚鬼 我那些堅定 射龜 我應該都是負面 我應該都是負面 你和我的這兩個 原來都是有一個共通的月亮星座 居然是這樣 居然是二嬸的水瓶座 哇 無關 謝謝你給反應 所以導致我們兩個 也不是一無是處 我沒有說過你 總之就是有這樣的想像之後 可以有這樣的想像之後 我們是可以成事的 但是那個反面呢 Sally相反 對了 二嬸是水瓶加山羊 好痛苦啊 真的 好 我們這個下集再講 說回我們 其實就是 有這個想像 但是有做到的同事 同時也會非常三分鐘熱度 咦 是 我說什麼 因為三分鐘熱度 其實我很早就已經知道 你有多早 我可能比你早 OK 那我先說 我小時候已經發現了 我背胎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 譬如說我以前 我真的會浪費很多錢 去扣子儀器 譬如說我突然間 我決定 我真的會用手動拆,要去植籍 即服氣 即服穿,蹲職,即服穿,即服穿 之後我就會很興奮地去 以前上網 去店裡選一些水瓶 選到精準的 用三個小時選水瓶 選之後又選一些針 買一杯 回家後就已經沒有了 軟 到這樣 過程車已經沒有了 於是整個屋 就會有不同的階段買回來的垃圾 你又不會丟掉 或者是一些布 你會覺得我一定會奢侈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又走去買了一些布回來之後 就是家裡一粒二粒的布 都放在那裡 然後熱情又沒有了 所以以前會花很多錢 一有這個熱情之後 就買完之後 原來已經滿足了 我就是從很小的時候 我想是五歲還是六歲開始 已經發現我有這個問題 就是怎樣來的 就是我小時候何丙就學琴 他很厲害 那些prodigy child 從四歲開始學琴 就已經彈到曉飛 到我有意識開始 我就看到 哇哥這麼厲害 我又學 結果就求了菇母很久 我求求你 我也很想學彈琴 菇母也看穿了你 他當時還沒發現 原來我有這個問題 但是到他說 好啦好啦 怕你了 讓你上課 我上了兩課後 就發現原來 學琴是要練的 然後我就不學了 怎麼會 你在家裡沒見過哥哥練的嗎 那我不知道原來要做那件事 所以從那一刻開始 菇母就看到 這個女兒 是三分鐘熱度的 引伸到後來 我的問題其實是來自 我太厲害了 為什麼呢 不是 是我太容易學識東西 包括什麼呢 包括我去學Clarinet 後來我不學琴 Clarinet是什麼呢 單黃館 或者去到運動 例如去學滑雪 又或者去到那些很geeky的 即是上網要去打網站 或者用軟件去砌標籤 全部我都是很快學得懂的 但是那個快就會引伸到 太容易上手 之後很快就 我又去了別的地方 所以這麼多年來 其實我會有那些 突然間那一陣子 我就很熱衝於 我想去學做這個網站 就會很沉迷 沉迷一個星期左右 不斷學完版面怎樣做 都會做到一件事 但是做完那件事之後 我就沒有了 荒廢了 很快就會被另一個閃亮亮的東西 吸收了 哎呀你這樣的位置 都可以繞一圈讚自己聰明 我真的扶了你 我沒有繞一圈 我一來就已經讚自己聰明 但是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沒有那麼容易上手 可能他要找人去教他 或者他要付錢才能學到那件事 他就會很珍惜那件事 但是我就是太快上手 你什麼時候發現這是一個問題呢 既然你覺得我也學會了 我今天丟下手 我真的開始出來工作 小時候就不能說了 昨天 唱片公司的哪個同事 或者哪個部門 他就一定會局限你 你只可以這樣做 或者你要那個時間內 你一定要完成 所以我就一定要很專注 去做那個項目 那時候有限制也是幫到我的 但是近年這五年就糟糕了 因為脫離了那個體系 自己做的時候就失痛 慢慢無涵 什麼時候的事情究竟是做了呢 問題是我根本分不了身 因為我太多東西要去處理 所以大家經常都會說 你什麼時候出碟 好像欠債 我覺得感覺 因為現在是太多東西 一來有很多東西要去處理 同時又有太多想法 那怎樣去短縮 這一刻你應該做好這件事 才去下一件事 是這五年內 就開始發現有這個問題 對於三分鐘熱度沒有反應 例如你一定會覺得有些問題 你才會想我可不可以喜歡那件事 例如剛才我聽你這麼說 你學習這麼快 其實叫做義學難精 你已經達到我的基礎 但別人多問兩句 其實你已經不知道 我也是試了一陣子 就是這樣 變成你沒有一件事可以專門 還有沒有一件事你要修煉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如何在通過學的過程中 你可以修煉一些東西 而不是征服它 這就是回溯我們第一集 你作為主持的那一集 你就是說 do everything something and everything knows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knows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所以第一步是對的 第一步是要盡快用你的聰明才智 去學會所有東西的基礎 基礎運作是怎樣 跟著你可能已經不能夠滿足你了 簡稱是將將刀 周身刀 沒有將理 周身刀 什麼啊 搞亂了 周身刀沒有將理 將理不是一個人 叫你 其實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project base 去運作的一個歌手 其實是好 因為我很喜歡新鮮感 其實三分鐘熱度是來自 這個又想試 這個又想試 本身那個模式就是 完全適合 因為我做完這個project 其實我是有專注的 例如我要做梁竹 其實我是可以很深刻地做到 但是去到 那個只是維持三個月 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現在那件事不是三個月的事 你運行公司 或者我現在要幫其他藝人做 那是長遠的事 那會衍生一些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對 硬要把你的三分鐘撕長 因為 三分鐘變成十分鐘 怎樣三分鐘撕得長 就是韌力 有時候三分鐘 那些筋斷的 但你要堅韌地受得起考驗 對 對 那你以前有沒有什麼東西 學了科法 很硬 這個轉得 我不想聽 對 那有什麼東西是以前學過 然後斷了 近來又重新 創作 就是創作 創作 真的 真的 in depth 創作 不是說寫歌 寫詞 那部分 而是說 真的音樂 的造藝 因為 話說 當年我剛剛開始做女兒 剛剛出來唱歌 天使藍 那個時期 其實我會自己做Demo 那時候 當然那些工具沒有那麼厲害 但會懂得用那些 Media 你不明白 那些 那些 那些電腦上面 去製作一首歌 最基本的Demo 起碼可以拿出來 去見人 就不是這樣 用電話錄下Audio Note 當年 其實我剛剛開始學 也是學得很快 很快就已經製作了一些Demo 例如 化碟 出了名字 有一個 赤白 即是 那些 我當年製作了這些Demo 很自豪 當年製作了這些Demo 但是 我想 我用了 那個方法大概 兩年 也算是維持得很久 也很久 但是 開始慢慢 因為有人可以依賴 例如何丙 我沒有空 做Demo 你幫我製作吧 又或者是 去到編曲部分 其實是 有人可以依賴 或者有人可以幫我做 那樣東西 慢慢就懶了 開始 你也可以幫我製作 那我就不製作 結果 後來就荒廢了 沒有再去用 那樣東西 去到最近 我就 滴起心肝 那些人 就跟你絕了膠 之後 這個 比較長 但簡稱 就是 因為我覺得 好像很限制 我自己的 創作模式 因為 寫歌 其實我的音樂奏 根基不太好 所以我唯一 可以用的就是 吉他或者琴 但那個方法 很限制 還有 某程度上 心理上有些抗拒 所以我近兩個月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決定 不行 我真的要由零開始去學 那我就決定去學一個 叫Ableton的軟件 因為這麼多年之後 科技真的完全不同了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你真是聰明 那時候是這麼多年前 然後現在再重新 其實是一個 好像老人家學電腦 是的 但它反而是方便了 因為現在的工具很容易 有很多方法 以前你無論怎樣弄 都是很低B的 那你都是要真錄的 到今天就是 譬如它的譬如是 那些琴 它用假的琴 其實聽起來都很真 一些鼓 那樣都是 所以這就是我近來 重新去重新的 那Pick Up成怎樣 你有沒有感覺到自己 又是我講 又是你講 Pick up成怎樣 Pick up 也不錯 因為我有用了一個新的方法 令我不要三分鐘熱度 那個方法就是現在說 要不要儲一堆再說 可以可以 即是大家很快有新歌聽 是不是 聞到啞了 聞到啞 希望盡快 但事實上是令我創作的流程 是歡樂了 真的很好 我自己面對三分鐘熱度 我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因為我進入了玉兒的漩渦 因為玉兒的漩渦 你不可能三分鐘 小心捲進去 一出生我就後悔 而且我覺得滿厭 因為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外在的因素 你一定要長期對著一個 你不能甩掉 你不能甩掉 我個人來說 其實也比起以前 沒有那麼嚴重 那個三分鐘的熱度 你也沒有三分鐘熱度 沒有三分鐘熱度 這個就是 生了小孩之後的不同 但是我有一件事可以分享 就是 大家也聽到 剛才我說 以前 我一貼上筋 想學一件事 我就會買完所有 最精銳的部隊 但終於沒有用 所以我跟自己說 你真的想做一件事 你想清楚 你是不是喜歡 我對上一年多 我就是培養了 Bakery這個興趣 去焗麵包 起點也是 我想做一些 沒有防腐劑的食物給小朋友 你這個樣子為什麼這樣 有點苦衷 OK 那怎麼辦 你先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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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我聽到一杯急事 我對面 急事 首先要把自己專心一點 要不然別人就說 你一定有什麼姿勢 你一定要有興趣久一點 因為Bakery有很多很貴的東西可以買 你那個攪拌機 那個是二嬸 很多人在搖釀 說多少都說不到 我決定用最簡單的東西 就是一個大的湯碗 麵粉 水 烤霧 就是這麼多東西 我能不能培養到 我對Bakery的興趣 不然我是享受買一台機 回來看著它 那是不同的 你享受自己 在Bakery裡面 看我懂得做包 我多厲害 還是你真的喜歡 這包包為什麼這次升得起 為什麼上次升不起 去真的了解那件事 那我覺得那個魅力 就是其實大家都只有麵粉 水 烤霧鹽 為什麼我焗到 為什麼你焗不到 究竟我們掌握的東西有什麼不同 但其實你掌握了這些實物之外 你最重要是 你其實是有你的評判 你怎樣學懂一個評判 去評判它 是好吃還是不好吃 你怎樣 你掌握到那包包 焗得起 成功 你脆不脆 那包包 你追不追求外脆內軟 夠不夠麽味 你追求它的美容 你會有很多東西玩 而這件事是令我很向往 很向往去追求這件事 大家都可以隨手買到 又不貴 麵粉 烤霧不會貴 為什麼我做到那包這麼漂亮 所以我玩了這件事 你怕老師怎樣拆解 我又相反我而一個方法 譬如說我平時閱讀才算 那個習慣 其實我是很貪心的 我是同時開十二本書的人 對 有些人是三本四本 我開了 要多少隻眼 而且我以前是有點貪心的 對於書 即是買書 我以往的問題是 我去書店 我是亂買書 即是早年 九幾二千年的時候 剛開始學會去台灣 去成品 我一去就好像瘋了 我會整個 怕收拾書 真的 我會整個行李箱這麼多的書 拖回來 而且我的準則是沒有的 即是我覺得這個封面漂亮 或者我喜歡這個書的標題 諸如此類 那我就會買 變成會累積很多書 在家裡是你會看不完 而且我會看 即是我會開來看 但可能七成的書 我也是看不完 近來我 今年年初 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改一改這個漏集 即是要完成一件事 即是我的問題是 我完成不了一件事 譬如說寫歌也是 我寫了很多細段細段 但太貪心 我又完成不了 所以我在年初的時候 我就決定 我要重新去啟動我的閱讀 即是這個reading challenge 我以往都試過 前兩年 我都是 每年年初都 我要開始我的reading challenge 同一句對白 我就會設定太誇張 一年要六十本書 我要看完它 今年我就開始保守 六本? 不止的 二十幾本 我計算過兩個禮拜看一本 應該都可以吧 後來就開始發現 原來是 所以我用了一個方法 我限制我每天 一定要多長的時間 一定要看到書 結果到了第二個月 就可以看到十幾本 我已經完成了十幾本 然後又將那個 拖長 將那個本身二十幾本 變成五十本 但應該是OK的 今年是OK的 而我和你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 我和你不同的地方 你滑一點調轉 對 因為你是會 一轉一樣 你會先去觀察一會 你會買少一點 不是 其實我和你一樣 還以為有什麼 這麼獨特 因為我現在 譬如說 我很想去做一個東西 我很想去學一個新的技能 我會先去搜尋 我會搜尋一下 那些器材 譬如我買這部機 我買一部錄音機 我會搜尋一下 做所有搜尋 我會把那些硬件 我會先去搜尋 譬如你有一個購物卡 我會先去購物卡 如是者 我和我去書局都是一樣的 我現在去成品 或者任何大的書店 我會先走一圈 我依然會有那些 哇這本很漂亮 哇這本我很想買 我全部都想要 我就逼自己 我拿起來 看完之後 我放下 然後就走走走走 可能走一個多兩個小時 看有沒有掛念它 對 我就去到最後 我才去 臨走 我才去想 我記得哪一本 其實你是不會記得 可能沿途拿起幾十本書 用這個方法 就成功地 令我可以賣少了書 還有你真的很想要的那些 才會買 記得那些 而且硬件也是一樣 因為你很多impulse shopping 人是有很多 那些三分鐘熱度 都是來自那個impulse 我會照給自己有一個impulse 但是是 impulse 完的那一刻 就先放下 然後隔一輪 我再回頭去想清楚 我才決定我買哪一家 那這部錄音的Zoom就是這樣 但你剛才說的東西很有趣 我們好像嘗試把三分鐘熱度 這隻紅水晚獸 純復它 但其實有時候 這樣的impulse 我們上台表演那一刻 是真的我們才能做到 怎樣可以站在台上 一亮燈就 你這個招職的樣子 如果是在聽Podcast的朋友 應該要去 因為這兩集開始會錄下來 希望二嬸會剪到 要不是我這段說話是廢話的 但希望大家去看這個 在Youtube我們的頻道 看這段影片 看他剛才那個 我們才能做到 對 真的要笑著 真的很想蓋你兩巴 如果我是觀眾 我說了什麼 是你才能做到 因為那個impulse 那個熱度 那個溫度 你的場地 雖然有燈光 有麥克風的輔導 但你個人的能力 還有那種 我真的要爆了 而且你是能控制到的 有些人一爆就控制不到 說話很奇怪 但我們的訓練 就是我們要那件事 不是控制 所以我們能夠擅長到 我們這些能力 這個我們身體 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動態 我們的能量 這些能夾集 這些impulse 那個熱度 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不可能 二十四小時都是 那種活力 那種狀態 但是總之 我們一定要在 那個performance 裡面 那個時間裡面 我們是要去到那裡 是 這個就是來自我們的水瓶座 是嗎 是啊 因為我經常都被人偏見 你啊 金牛座啊 林鄭啊 但是我經常都說 幸好我有這個水瓶座 頂了頂 如果你是處女座底 你就 截底 是一塊木 截壞 這件事 不行 這個水瓶座是幫助我很多 當然有時候會令到我覺得 太貪心了 但是在我們做創作 我想是必須要有這個 對所有東西都很好奇 對所有東西都很好奇 很重要的 你看到一些東西 你都覺得有興趣去了解它 你才特意去做 可能以前就會是 你會想 為什麼我喜歡買 因為我覺得 我碰到那個工具 我就覺得自己已經很接近成為 那樣東西多一點 但是其實沒有 都要跟他培養 那個是在輔助你 將一些東西變成可見 那些瓶子 你怎麼變成一件衣服 或者一件衣服 但是你中間的耐性和工藝 那個時間 那個練琴 你不能離開 如果你只是喜歡 那件東西很漂亮 我又要製造 我就說要練 那就是一個不好 當然我都擁抱我這個缺陷 但是擁抱同時 有些時候我覺得可以去優化 是不是很想打我 我一說優化 可以去做得好一點 例如那些完成不了的東西 例如看書或者寫歌 我真的有整個包裝 全部都是一個chorus 有兩段東西 但是全部都完成不了 沒有時間和心機去做 所以近來我才會覺得 不行 我一定要改變這個習慣 這個我覺得應該要給一點力量去試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到的朋友 都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就有一些小方法 我正在實驗的方法 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一些 蛤?你不是在說的嗎? 你突然丟了球給我 我還在聽你說 我想聽你有沒有分享 如果有問題就我都說了 你先說吧 我先說一些 第一件事就是 剛才說的 先看清楚一點 例如你想投入那件事 或者你想投資那件事 之前你可以停一停 想一想 那個buffer的時間 會令你減少一些量 就算它不可以完全切斷 也未必需要完全切斷 另外一個就是 去找一個人去看著你 我稱之為一個負責任 因為尤其是我們做創作的人 很多事情在我們自己的腦裡發生 你沒有去 沒有一個 不需要負上一個責任的時候 很多時候的事情就完成不了 所以譬如說 我最近去學那個ABleton 去學那個軟件 其實我是完全有贊自己 我完全可以自己學得懂 我完全可以上網去YouTube 看一些Tutorial 又贊自己摸 我欣賞你 我完全可以自己去看那些片 去學或者自己摸 但當然你這樣做的話 你就會很叛統聚 所以經過一段時間 跟大師姐KVT 去談過一段時間 其實是他建議的 他就說 不如你還是去找人教你 因為教你 其實那個人 他教你 就是那個accountability partner 就是他會看著你 你的進度如何 他會給你功課 每一個星期 你要去交功課 其實那個已經是確保你的進度 一定會 不會突然斷了 對 我覺得也很重要 因為有人這樣教你 其實他是突然間有一個了解 他可以獨身給你 其實你是需要怎樣做 譬如說我自己 去了學做麵包 我自己上一課之前 譬如去做牛角包 那一課之前 我一定會自己 如果你沒有跟這個老師 你沒有這個人 你自己怎樣做 我的方法就是 上YouTube 看看別人 或者看看其他渠道 那些人怎樣教 那些份量是怎樣 自己試做 當然是遇到很多問題 然後我就懂得帶那些問題 因為我操作過 我做過 我就可以去老師教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 是問問題 而老師可以 真的他給了我幾句 是專門放我這些case 這麼小 人家怎麼弄這麼大的麵團 他是教了 如果我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他沒有想起你有這樣的需要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沒有這些問題的人 但你提出那個問題 他就會知道 突然間想起你 是你才能用到 你的負責合夥伴 其實就是你的女兒 是 如果我都說 你沒有你的女兒在 可能你也會放棄 你不會捱得到一年 等於我一樣 我也是 曾經很熱衝做麵包 但因為現在的生活模式的轉變 其實我也是堅持不到 所以你也是有你的那個人 也有的 而且你女兒會挑剔你 也很好笑 因為其實他對於食物 沒有要求 他還要洩裂多些 才知道是好吃還是不好吃 你女兒就很有趣 吃東西 因為跟她打過一次鞭爐 所以愛上她 而她出了名 由頭戴到尾 很有趣 當大人的筷子都放下 她還在吃 不停咀嚼 說回來 另外你想說什麼 因為你說閱讀 其實我花了些時間去閱讀 例如說我先生 我閱讀我的女兒 很煩 因為你除了閱讀一本書之外 你還要閱讀你身邊的人 你跟她展開一個新生活 你在家庭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一起走下去 怎樣可以活下去 我比較少是買很多書 我會在一個題目 我就買不同的書 歸個題目 都市行程度 是做咖哩、勾衣 或是《紅樓夢》 我看了十幾年 我都不只是看小說 是看其他人怎樣看這本書 他有什麼角度去切入這本書 不是啊 我是很雜的 你看看我的書櫃 自傳也有 曲覆也有 然後突然間 政治就有 漫畫也有 我是很貪心的 另外一個方法 近來我都試是work 例如你要去看一本書 把它拆開小一點的部分 不要是一塊大的面團去看 例如說 我想今年來我要去看幾多本書 你就脫開 每一本書有幾多頁 原來你每一天 只需要看到二十頁 你就可以達標了 你將它拆開一個細小的部分 其實就沒有太誇張 沒有太誇張 不知道怎樣做 如是者 例如我去寫一首歌也是一樣 我每天只花十五分鐘 我怎樣都要寫到一點 你去把它拆件 我覺得是work的 是一樣的 我們編劇 如果想自己寫得快 寫得快 以前未有電腦之前 是拿一些原稿子 第一場五頁子 然後就寫第一場 然後釘著五頁子就放在那裡 然後第二場 十頁子 即是先做第一步 不是 那就是釘著那些紙 一搭一搭放在那裡 我要完成的 就是這五個東西 那就是這五場戲 其實看起來 你觀察到的東西 是會容易完成一些 因為你不會再覺得自己在腦裡 好用力才能撕出來 就是這樣 還有我近來按照這個邏輯 我發現了一個APP 叫做Sloth 我可以給一些看到片的朋友看 就是它是有個時間的 每天就說 例如有十五分鐘我要拉筋 然後有十五分鐘我要看書 因為現在我們太容易心散 即是你做一件事 其實很容易 突然間 你在檢查電郵 突然間又拿到你去哪裡 你又突然走到別處 所以那個專注力也引致到 我們很容易有三分鐘熱度 所以這個APP 我是試用了一個月左右 我現在都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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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寫歌的部分 你累積累積下來 其實一來就是你會 時間你會寫給它 二來就是你慢慢會引伸 不是引伸 誘發到 誘發到 或者建立到一個習慣 就是你會 你習慣了每天都要做那件事 其實就沒有那麼大的阻力 因為我覺得三分鐘熱度這件事的frustration 是你沒有辦法完成一件事 而其實你完成一件事 得到那個滿足感 那件事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現在大家可能沒什麼街頭去 在家裡 你不要一天到一刻就有自己睡到自然醒 你訂一些東西給自己 譬如我今天不如試試練心經 有些朋友的功夫 你早上起床有些事情做 有一個routine令你醒來 哪怕那個只不過是 不如我夾直的頭 或者突疏你好自己 每天你完成一些事情 譬如你就算選得到 我喜歡播劇 你不要每一集看三分鐘 看五分鐘就飛了 播劇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不是 因為有些人不熟悉那個劇集 他覺得不好看 就看五分鐘也不catch 那首歌其實很好看 我自己習慣 怎樣不好看呢 我都完成那一集 然後你看看他的鋪牌 本來我自己職業病 沒辦法 你講那麼久沒理由自己講得差 你沒理由被他放棄 你看到最後覺得 難道是這樣的 這是另一回事 但起碼你完成了 等於當時的game of throne 那些人追到中間的時候 叫我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我真的看不到 這個game of throne 我試過開始看 但真的不看 他們是一個community 看那些人 他們一撞起來 他們是他們的一種成就 哪怕最後 因為很多原因 令到他的結局 大家會貶嘴 應該會這樣 鋪了這麼久就是這樣 但其實大家會有得說 我完成了 然後我發現了這件事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完成一件事 令到那天有滿足感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對 所以這個是我人生最大的課題 就是怎樣去完成一件事 不要燙起那麼多課頭 然後全部都完成不了 我再給我一個小小的提示 就是我最近試的 例如看書 我平時就全部一起看 我現在就限制了自己 每一次那個星期 我不會完全只剩下一本 這麼可憐 因為我的個性 我真的需要不同的 mood 要吸收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就開放少少 但又收窄少少 讓自己可以同一時間 有三本書可以看 但那三本裡面 其中有一本是 core 主要是一定要那星期完成 另外兩本是可以 你喜歡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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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可以選擇另外兩本來看 我也是這樣的 而且我現在 你又是這樣的 年紀大了 怕自己的記性不好 我會在那本書 我是畫書 有些人不喜歡畫書 不喜歡這本書很新的 我喜歡畫到那本書好花 我才記得自己看的時候 我的想法的藍圖是怎樣 例如我看一本書 我同時在開三本書 一本書是講序事 究竟每個人觀點是怎樣 怎樣令事情的本質變成怎樣 有一本是講驗屍的 同時有幾個不同的角度 我會畫那本書 我看了那本書後 我最記得的東西是寫下來 我用另一支筆 然後寫下來 寫在一本書裡面 如果寫第二本 寫在另一邊 其實就是我的創作項目 純粹是在閱讀的時候 我給我這本書一些痕跡 因為我的記性真的不太好 是否真的生了兒子會記性差 會 其實是累的 因為沒什麼可以睡 很累 而且經常都要平衡 所以我覺得是令到一邊看書 突然變成講閱讀 但我覺得是重要的 看書 拿一本書 可能他們會覺得怎樣 可能我沒有這種耐性 但其實你讓自己完成一句 每個小時完成一句 或者五句 都是拆件 拆小一點 因為其實不難的 你一個個步驟這樣做 有時候那個難完成就是 我一想起就很辛苦 我不想去開那個檔案 或者我不想去拿起吉他 或者什麼任何的項目 即使你每天做五分鐘也好 你都照樣做 那個動作 等於你做運動 你很久沒有做 然後第一次做那一刻是很辛苦的 但如果每一天你去保持 即使用多少天去養成一個習慣 會有這種說法 是真的 譬如我現在這樣 如果每天不去開一開那個APP 或者我不去看一看書 其實我會周身不自在 但本身其實都不是這樣的 都要透過那一段時間 慢慢去養成那個習慣 而你養了之後就不要再放棄它 是 還有我也有一個小小的規定 譬如你有時候真的 那天真的沒有時間 或者真的沒有精力去看書 或者去開那個APP 我可以有一個休息的時間 但就不能超過兩天 不能丟下那個東西超過兩天 基本上就可以確保 那個波可以繼續滾下去 其實習慣真的要給力去建立它 讓它存在 我想到一個 是又怎樣 如果有些書 你覺得他們很值得看 但他們實在是 我很怕看到那些書 你會不會是做些audiobook 即是你自己在那裡讀 讀那些書給他們 他們就一直聽著你的聲音 一直在吸收知識 你說我那些書嗎 是的 即是你或者你 那我們是Podcast做 博式 那我們可以節省很多 節省很多 節省很多 我們現在overrun overrun 希望可以分享這些方法 令到大家 無論你是很討厭三分鐘熱度 或者有這些 很想養死的習慣 都可以幫大家 無緣無故正經 可以幫大家一起做得好一點 是啊 心虛 那你有沒有東西補充 有沒有錦囊 每天都問 錦囊 你不妨先展開旅程 是的 你給我選擇 其實我寧願我是這個個性 因為有些金牛座 又說金牛座 又很挑剔金牛座 有些金牛座是比較死板 本身金牛座是一個很死板的星座 我都有認識 例如Daddy 你認識嗎 Daddy? 你認識嗎 誰是Daddy Donny 你認識嗎 你不認識 你逼我 你逼我 我以為是誰是Daddy 我以為是誰是Daddy Daddy不是很經典的金牛座 但當然他很樂於是這樣 很有韌力 很有韌力 但未必是三分鐘熱度 我覺得要做到創作 其實是需要那個spark 對 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這個element 對 所以我們擁抱它 但又改良一點 4分鐘熱度 用文火燒久一點 炆軟的東西 也對 好 今天我們又進入這個 R-School的環節 今天真的是R-School R-School 你是不是忘記了 我說你會忘記的 你快點趕著一些 去賤一賤時間 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選了 叫你寫下 死八婆 嘩 還加個死字 真的教壞了 因為上一集 我把那些我不想回答的R-School 給了八婆回答 今集我被她報仇 一題 問多少題 一題 這麼少嗎 那兩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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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就是一個 她叫她 誰叫她 應該是 Felis 她叫Felis 她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是 怎麼看得出來 透過她的名字 不是 她自己說 你怎樣 你怎樣 你說得太生動了 我以為你加進去 如何面對孤獨 她主要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她覺得很難投入一個群體的生活 她很快 其實別人說她 她就是經常躲藏 她是很介意的 於是她就很… 很詳盡 有一點覺得 不知道我應該是保持自己的狀態 還是要怎樣融入世界 她自己很擔心 她就問你 如果一個內向的人 邁向群體的時候 應該怎樣自處 你覺得怎樣 問回你 我也想到她是這樣 其實我是那些 introvert 也很extrovert 所以是很變態 因為我又說星座 其實我的上星星座是獅子座 所以我就很精神分裂 有時候我會很需要自己一個 而且我最怕去紅館後台 我很害怕 不是說我自己的表演反而沒事 我自己的表演反而很焦跡 但如果去看別人的表演 一定要在後台出現 我會很害怕 我早年的時候 我會假裝很自在 因為始終你年紀小的時候 其實你也很想別人去認同你 或者讓一些關係可以建立 免得很孤僻 這麼複雜 只是去後台 其實真的很複雜 這麼複雜 所以其實我很害怕 但我又頂眼相 去到後台的時候 會強迫我那些很懶 很社交的 我也是一個女演員 所以我都可以遮蓋 你也是個戲子 我都可以遮蓋到我的uneasiness 但其實我心裡是很討厭 那件事 去到近年 我反而是 我就不理了 我一看完 我連主人家都沒見到 我就走了 是嗎 我的做法就是 如果那個相對比較熟 我就會跟她說 我真的很怕她 我坦白跟對方說 但我覺得 你也是要捱一下過程 因為我覺得Phillis 她懷疑自己不對 我覺得這樣是錯的 你一定要接受自己 我是內向 我有些事情我才能做到 是 有些事情必須自己很舒服地讀 根本就是你想回答這個問題 不是 我自己看到的時候 我是覺得 為何她很想 為何一定要配合另一個模式 我也明白 他們剛剛入社會 做事或群體 為何好像有點接受她 但其實你會找到你的群體 我覺得你不要介意誰 你不要經常承認 你一定要自在一點 你舒服別人 就會舒服你的內向 可以聽林聰的歌 可以聽林聰的歌 你聽得很硬 因為是同類 是同類 但始終 我覺得也要看看你是做什麼職業 例如我們這些 你也很難完全內向的 但如果你是做會計 其實你也沒有必要去 不用很外向 我有一些很外向的會計 我有一些很外向的會計 你這次是deficit 有一個人叫金姑 是否幫我按摩 多數是你追求別人 還是別人追求你 覺得小時候拍拖自己又不幼稚 小得怎樣 如果幼稚園拍拖當然是幼稚 我幼稚園是真的有一對小孖 真的幼稚園 第二年的時候 我跟另一個女同學 很喜歡有一對小孖 對 我女兒這麼大 為什麼我說這件事 關什麼事 因為小時候拍拖又不幼稚 然後我說幼稚園拍拖就幼稚 就回答了 多數是我追求別人 其實我是很惹男生追求我的 真的 為什麼 在2012年之前 其實我都不斷會有一些很親密的男生朋友 不知道為什麼會誤會我喜歡他們 你做了什麼 我也試過有不少男生追求我 你怎麼感受到他追求你 送花 原來是做這些 但我是很害怕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收花 我還在Montrelo 因為我每個星期都會去唐人街 就是為了看梅艷芳的新聞 我記得每個星期三 每次都會去 然後同時那間店 有另一個男生 都會在那裡打等 因為你知道唐人街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打等 他會去那裡偶然去 慢慢他就發現 每個星期三他都會在這裡 結果每次我去他都會在這裡 或者他都會來 如是過了半年左右 突然有一天他拿著一束花 你送給我 然後我就嚇倒了 但當年我還沒知道自己喜歡哪一個性別 但還覺得很噁心 所以就同年陰影 他送一束花給你之後 那是怎麼下台 那件事 你謝謝 還是 不要噁心 還是怎樣 我忘記了 總之我只記得我心理陰影面積很大 自此我就很怕收花 想不到故事比我們剛才說這麼久的 三分鐘也好 說大家這個彩蛋不要錯過 希望他們聽到來這裡 我不是很擅長追求別人 是嗎 是嗎 因為我覺得那件事不成立 可能我以前有過這些經歷 我不喜歡你追求我做什麼 別人自己都反感 所以我很抗拒做那件事 所以我從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那段時間 是不斷暗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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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很變態 我通常知道沒有行動 我就會告訴你 其實是這樣的 我會告訴對方 之前我就有點心邪 不過現在沒事了 那本來朋友怎麼拍呢 是嗎 我通常都可以做朋友 是嗎 因為我太直接 可能 但是我現在沒事了 好啊 挺好的 那你們要記住 你們想問他什麼問題 現在這個asku 大家可以問得奔放一點 因為以往就是我自己主宰 他們能不能出現 因為我有份選 無論是你選給我 或者我選我不想答的給你 他們都可以有比較大的機會 可以得到一個答案 我們給他們一個方向 主要是用來陰你 或者陰他 陰我 陰你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問他 如果大家想問他 可以去我們這個podcast中的show notes 即訊息中 有連結 另外 又是那句 記得follow八婆王詠詩 因為我暫時沒有酬勞給他 有什麼事 就靠你們的支持 有了洋蔥 對 記得了 今天有雷洋蔥 對 你很欣慰 還有一些霉了的青瓜 記得訂閱和給我們一些聲音 上個星期學會了 再提再一次 在Apple Podcast的我的版面 錄到最底就可以給聲音 希望持續是五顆聲 我們現在很做馬 搞到五顆聲 好像很厲害 真的有的 哪能做到的 如果不懂就Ask Go 不懂就Ask Go 全部都是問回我們的問題 那你有什麼要補充嗎 沒有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三分鐘放中 來吧 忽機放中 怎樣了 拜拜